如果你沒有想到特別看一些刺激的,或者是哲學士的意涵的話,你也可以看看女主角,還有她穿漂亮的衣服。 如果你不喜歡Scarlett,有一個很漂亮的拍片。 好! 哎呀,太棒了,所以這個Attraction,你看看,除了有Scarlett Johansson之外,當然最重要的也是,台北也在整部電影裡面幾乎有一半的時間,都可以看到我們美麗台北的,不管是建築物也好,還是說夜景也好,通通都可以看得到,還有各個不同的場景。 當然啦,我們在這邊也想要請問一下導演,當然就是,這跟一般的這種超級英雄的電影比較不一樣,我們都已經了解到了。 那,她,Lucy在得到這個Superpower之後,她好像做了一些事情,她不是只是單純的去打擊犯罪,為什麼導演要有這樣子的安排? 我們想知道了。 太好了,對意思是,在最初的 film,Lucy在起碼上,她是所有人。她是非常簡單。她是非常簡單,她不是很晴隸,她不太不在意地,她不知道要什麼做得到她的生活。 她只是学生 她是似乎一种愚蠢 但很漂亮 她的问题是 是的 但突然这儿子 我们给她的最精彩的知识 和什么她会做 我非常感兴趣 对我而言 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Lucy一开始的时候 完全就像是你我一样的一般人 她也没有很特别 她甚至不知道她未来要做什么 只是一个学生 但关键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人被赋予了 一个很伟大的一些任务 还有她的支持 因为今天我们看社会的真实问题 是 我们有力量 我们有力量 人家最有意义的一点 想要去问你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现在社会 如果你拥有了能力或权力 你会想到什么 人家只想要更多钱 更多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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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有一个真实的问题 有一个真实的问题 谁应该要有能力 对 对 好 因为 因为一般人的话 拥有了能力之后 只会想要更多的钱 更多权力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甚至会破坏更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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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